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两位部长 大家都辛苦了 咨询的时间有限 我想台湾的国际声量是史上新高 我们获得的国际支持也是前所未有 这几年来我们不断以台湾的民主自由跟世界交朋友 我们用科技能量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们也让防疫的表现 医疗的成就 让台湾获得更多国际的支持 但是这么多年来 本习一直关切的文化外交 我们反而没有在外交的层面上那么的积极 所以我今天要破题 文化会是台湾最好的外交敲门砖 那我在这里先破题 我想请求内阁权力来支持 文化部带头 外交部协力 我们来争取来进入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世界遗产 的这个国际convention 因为让台湾的遗产可以成为国际的遗产 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使命 下一页 那首先人人都是外交官 那这里秀出来的是 呃 陈院长您不论是担任副总统或者是卸任 大概是五度前进梵蒂冈为台湾来拼外交 那除了在宗教的外交之外 那梵蒂冈我想您非常熟悉 比我更熟悉下一页 不晓得您了解吗 梵蒂冈其实是世界唯一一个整个国家 都被UNESCO列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您点头如倒算应当很清楚 1984年 他就因为他的艺术建筑基督教文明天主教的信仰 这些珍贵的人类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价值 而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那我们来看看国际的趋势下一页 世界文化遗产已经五十年了 去年五十年 1972年联合国来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及自然的遗产公约 目前有194个缔约国 1157个世界文化遗产 不只是文化类 也有自然类 也有混合型 那以地域上来分 欧洲最多 毕竟是西方国家开始的 但是亚洲现在成为世界第二个密集的 世界文化遗产的集中地 下一页 为什么亚洲这几年突飞猛进 因为中国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全球数量的第二名 1985年中国在公约批准加入之后 每年都请国家之令 平均一年通过升列UNESCO世界文化遗产有1.5处 所以现在中国有56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彰显的是 它在政治经济影响力之外的文化话语权 而且不止短期是对焦于现在的 此时此刻的文化话语权 更是聚焦于未来 人类长城的文化话语权 中国如此的处心积虑在文化制霸的课题上 如此的超前部署 而且旅游斩获 那台湾呢 下一页 也跟各位分享 世界文化遗产因为50年 最新的五大趋势 样样像像 都是台湾Can't Help 譬如说 均衡世界遗产的分布 小国也应当被指定保护 台湾就需要 譬如说 世界文化遗产要永续 要迎向后疫情时代 让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有韧性 又包括要善用数位科技的能量 台湾可以投入很多 最后一个 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关心的是 在新兴危机下 气候变迁跟战火 战争的一律下 这些新的时代的文化使命 都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平台 它是每一个国家去履行 国际的文化责任之必要 它同时更是一个 能够引进国际协力 不管是技术或者是资源财政 修复保存再利用的最佳平台 台湾不能是outsider 下一页 我要分享的是乌克兰 抢救战火下的世界文化遗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去年10月 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演说 他对UNESCO教科文组织呼吁 请让我们饱受战火 袭击的珍贵的黑海明珠 这个港口赶快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藉由国家国际的保护 我们可以免于战火的袭击 而且他也呼吁UNESCO要介入来保护 因为文化是最强的国防 这个演讲我从头聆听和其动容了下一页 所以UNESCO听到了乌克兰的呼吁 今年新发布的三个升列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一个就是乌克兰的 Odessa这个黑海明珠的港口 也因为如此 UNESCO再一次的来宣称 战争会造成文化遗产的破坏 我们要全力来介入 看看乌克兰想想台湾 所以我分析了现在世界的文化的趋势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 台湾曾经有行动 下一页 台湾已经有18个升列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点 自然型文化型或混合型 我们都有准备了 但是我的turn叫做曾经 因为它停了 政策停顿了下一页 成也民进党 停也民进党 在2002年阿扁总统执政的时候 我们的文件会开始放眼台湾跟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接轨 我们开始催生推动委员会 而且一一的来列定 到现在有18个潜力点 可是政策两度停顿 各停六年 都在民进党执政的任内停了 包括蔡总统 我们在政立军前部长 在政策的取舍下 我们第二次的停滞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下一页 几个理由 您只要say yes就好 我们必须让台湾的文化资产 保存的法规 跟上国际 从单点的保存 到系统性的保存 我们正在做 我们需要提升国内遗产修复的观念 用科技 用数位 强化遗产的韧性 台湾 can help 第三个 也要善用世界遗产的观光资源 向国际来学习 我们需要 尤其是以后要提振国际观光跟经济 第四个理由 借正如同乌克兰的经验 文化是最好的国防 下一个 第五个理由是 文化部 在我们前瞻建设基础的支持之下 基础建设的支持下 我们这几年中央地方 共投入了200亿以上 我们推出了41个地方 66个再造历史现场 其实它就是可以跟我们 迈向世界文化遗产 盘点之后再出发 再升级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一个理由 我想您一定非常同意 我们每年都去WHA叩关 我们每年都用我们的医疗成就 向世界来诉求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们获得史上新高的国际支持 但是这些都在医疗领域 WHA的叩关我们做得到 我们争取要成为WHA的观察员 我们努力再做下一页 这几年除了WHA 我们外交部前进国际民航组织 再努力 我们的环保署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的 刚要公约 我们也宣示了要2050年的 净零碳排 即使还不是成员 我们都宣示 然后我们的内政部警政署 要加入国际刑警组织 这些都是被外交部认定为 重要积极参与争取的国际组织 可是文化是outsider 文化是outsider 新的史部长在这里 下一页 我希望能够在我 好不容易向前部长李永德 争取到现在是政委 重新启动了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 推动委员会 而且要跨史上没有的 我们要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也成立了专业的委员会 有国内外专家 但是我们需要内阁 一起来 最后一页 结合政策方向 扣合国家战略 文化是最好的国防 争取加入国际组织 文化不应当是outsider 然后对内 胜利的世界文化遗产 会是台湾最强的全民文化运动 来强化我们文化主体性的论述 步步都是文化部 让文化外交再进一步 我需要您在这里say yes 有内阁的高度 文化部带头 外交部协力 UNESCO向下的世界文化遗产 台湾不能再自外与国际趋势 大人哥say yes吧 yes 所以全力来做 对 我想您的建议相当的好了 石部长OK吧 那五部长 全力配合 我长期跟外交部 在做这方面的争取 但外交部显然都回答我 我们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 先要努力 我要求文化优先 文化作为外交战略的 新的priority 我们要内阁来支持 很好 谢谢你们的三个yes 那下一个题目把握时间 我请吴正中主委 也请王国才部长一起 好 两位请回 我就接着时间讲 TTA TTA是不是能够进驻 士林北投科学园区 来 院长 让我们主委跟您举个工 他可以上台 让强强联手 台湾的新创更有利 下一页 跟大人哥报告 2018年台湾成立了 TTA 也就是科技新创基地 现在在小巨蛋 到目前为止 成立四年多 已经有213亿的募资成功 成功的协助了 682个新创团队 下一页 今年呢 我们在世界 真的表现优异 新创的国家队 我们前进美国最大的 这个新创展会 CES我们得了十项创新大奖 赢了美国加拿大 赢了日本 只差南韩一点点 这代表我们的TTA 非常成功 我们要继续支持国客会 下一页 TTA这几年在小巨蛋 我们是租台北市的空间 空间很挤 新创团队越来越多 我们好不容易在2021年 再向台北市政府租了 224平的空间 每一年的进驻率 都百分之百 抢破头 下一页 所以在台北的TTA 已经空间SOS了 南部也成立了新创基地 南部的TTA 刚好就坐落在 我的故乡 台南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比起来南部空间大 而且是国家整栋的 资源的支持 预算的资源 所有的团队的串联 更为有力 更为强大 下一页 我具体要求 台北市正在努力开发的 北投士林科学园区 也是我从市议员到立法委员 一路的努力 而TTA最新的落脚之地 如果能够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下一页 进驻市北科 然后呢 你看看 市北科的所有的产业主力 智慧健康医疗数位技术服务 新兴科技发展 刚好都扣合着我们 TTA的发展强项 下一页 更何况市北科 下一页 在我的要求之下 全区作为智慧城市的示范规划 而现在金人宝集团 已经进驻 中央 地方 要合作 我看到这两天的新闻非常有感 一千两百元的 我们的这个交通月票 我们没有因为台北市的败选 败选 我们放弃了这个好的政策 我希望我们强化跟台北市政府的合作 这也是当初我作为陈时中总干事的时候 我呼吁 TTA可以进驻未来的北市科 是不是可以请 来 吴主委 Say Yes 首先感谢这个吴委员长期对我们新创的支持 那事实上我们从107年的TTA到现在 真的是 我每年都去 成绩是非常 一直关心 而且谢谢这个委员的关心 那未来如果说我们小巨蛋那边 事实上现在已经满满了 对 那我那个委员一直在提醒说 我们的士林北斗的科技园区 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在招商 对 优先合作 如果我们那个有下一步的话 好 一定是当成 我非常乐意带着您 我们去拜会讲官市长 中央地方一起来 我另外要拜托交通部的这个王部长夏业 同样陈时中在竞选的时候 大人哥是主委 我们提出了士北科不能成为第二个内科 我们有非常多的士林北投十年交通路往计划 我也恳求内阁组成一个专业交通的评估团队 让可行的交通政策可以上路可以成真 我们来帮台北市政府一把 王部长 YES吗 YES 好 我今天要到了五个YES 那请大人哥每一下我都会追踪 我们一起努力 好 谢谢